你现在收听的是张敬伟的频道 现在的时间是2023年5月3号星期三的晚上11点25分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 我前一阵子前几天的时候 我才真的把那个衣橱里的东西换季 我其实之前就一直想要换季 可是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今年台湾的天气就是一下凉一下热的 像前几天这几天变很热 但是好像上个礼拜吧 又有一段时间那个天气又蛮凉的 就是你走在外面或者是骑车在外面的时候 十几度而已 那个好像薄外套还是不能收 长袖的衣服好像还是不能收 尤其我的身体这么的 这么的瘦啊 没什么脂肪可以帮我预寒你知道吗 所以我这种瘦皮猴啊 在这种天气人热交接的时候 就特别难决定说要不要换季 但是我前几天就想说算了啦 干脆还是换一换季的 所以就把大部分长袖的衣服 就是收一收 然后把短袖的衣服拿出来 然后我在拿我的这个长袖衣服跟短袖衣服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 其实 我短袖的东西好像数量真的是 有一点太多了 你知道吗 我今年冬天 今年秋冬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感触就是 我好像其实需要穿的衣服 也没有那么多 但是到了今年夏天 我把我那个以前买的那些短袖T恤 全部拿出来 短裤全部拿出来 我就赫兰发现 哇 我原来有这么多衣服啊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年轻的时候买衣服什么的 真的都是 你知道吗 大把大把的钱去花 然后可能我们又刚好跟上了 那个快时尚的蜂巢 所以就买了一大堆衣服 或每一年都觉得说 哦 这个今年的这个流行的蜂巢 好像蛮好看的 所以都要买个一两件 至少买个三四件 什么的来来穿穿看 然后有的时候买了 你不见得有穿过几次 你就会觉得说 好没关系 等以后这个潮流再回来的时候 我会可能还可以 再把这个东西挖出来穿 结果 他就一直待在那个衣柜里面 然后有一天 你可能忽然看到 还是想说 那就还是把他捐去就衣回收好了 就把他丢到二手的那个 回收衣服的地方去了 诸如此类的 但我也不知道 我已经很久没有买衣服了 其实说很久没有买衣服 其实也没有很久你知道吗 我今年冬天的时候买了一堆 长袖的衣服 我那个思维有点奇怪你知道吗 因为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 我之前有没有讲 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我现在其实真的没有在买新衣服了 我知道这听起来跟我刚刚讲的那个话 有点矛盾 但是让我解释一下 我今年买的那些长袖 是那个 就是算是我那个 里面的那个 长袖T恤这样子 那长袖T恤或者是短袖T恤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消耗品 那我为什么之前会买这个长袖T恤呢 今年为什么会买这个长袖T恤 原因是因为 因为今年通货膨胀真的太严重了 然后严重到我就觉得说 我如果现在不囤一些这个长袖T恤起来 会不会明年之后 这个长袖T恤的价格就会变得 更贵之类的 或者是说它的那个材质变得更不好 所以我今年就赶快买了 好几件长袖T恤把它囤起来 我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有病啊 真的是有病 所以我现在的这个长袖T恤的数量 大概就跟那个 我们现在的那个通货膨胀一样 就是货品 这个叫什么 好像是反过来 反正就是我们还在 应该是说跟那个IC晶片一样 我们现在还在销我们的库存 之前生产太多 然后我现在就是衣服太多 我都还来不及穿你知道吗 我那些新的衣服 就是全部都还包在它那个塑胶套里面 然后塞在我的那个衣柜的抽屉里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穿到这些衣服你知道吗 可能我不知道 后年吧 后年我可能才会把它裁缝 我真的是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就是 你知道年纪到了某一个程度 真的不大会去买这个衣服 像这种时尚的东西 我之前还看到一篇文章 有一篇文章就是在写说那个什么 好像是说好像是在Dcard还是哪里吧 Dcard就是一个网路平台 然后好像就有年轻人在说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穿牛仔裤了 牛仔裤通常都是老人在穿的 可能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在穿 那现在年轻人比较主流 都是穿宽裤或者是类似那种西装裤啊 或者是比较飘逸的一些材质 就是比较透气 然后甚至有些人会穿那个漱口裤 就是会比较运动型的那样子的感觉 那我有些朋友他们看到这篇文章 他就在底下说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真的是老了什么的 然后他就有点 我也不知道 那个反应就有点大 但我自己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其实是笑而不语 你知道吗 因为我不知道 只要我们其实这个年代经历的事情 虽然不是像老王卖瓜 或者是什么疑老卖老这种概念 我知道大家可能不爱听这种话 但是像时尚这种东西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一代跟着一代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只是看到我朋友 就是反应这么大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流行的也是宽阔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一轮的人 其实只要有跟着这个时尚的潮流 基本上我们已经把什么 高腰裤啊 低腰裤啊 宽裤窄裤 合身的 版型偏大的 五分裤到十分的长裤 然后全彩色的配色 跟五彩色的配色 然后破烂的 跟没有破烂的 基本上全部的设计 几乎都要穿过一轮了 而且甚至在 大概就是网络时代爆发之后 甚至还有 有各式各样的人 因为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已经有很多人去尝试穿过 从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就这样一路 各式各样的穿着 大家都其实都有穿过或者试过 所以 所以当我看到就是有 有这样一篇文章 就是说牛仔裤是老人家在穿的时候 我心里其实就在想说 等哪一天 只要你们 有哪一个主流明星开始 穿牛仔裤 或者是哪一个时尚的潮流 回来全 重新开始穿牛仔裤 你就会发现 那个路上的所有人都开始穿牛仔裤 大概是这样 所以 也许 也许这一代的人 就是很习惯穿宽裤或什么 然后他们也许到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 然后也许那个世代的 那个年纪的年轻人都开始穿牛仔裤 然后再开始又回来说什么 只有 就是上个世代的老人 才会开始穿那种老爷裤或宽裤 其实在我们再早一点点的时候 大概80年代90年代 其实老爷裤也是 或者什么灯绒裤 灯心绒裤其实也是蛮盛行的 有一阵子 反正就 我不知道潮流这个东西 反正就是每三到五年 就会有一个循环 然后从以前到现在 都一直在翻玩旧东西 然后设法玩出新意而已 毕竟你知道吗 人类的这个身体 就是两个胳背 两条腿 一个头 大概就这样了 所以 能变来变去 也就这些东西 所以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以前那个英国有一个作家 叫做王尔德 然后他曾经说过就是 时尚其实就是一种 很丑的东西 然后 我们 我们所有的人 每过六个月就觉得 应该要换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好笑 蛮好玩的 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时尚的 时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喝一下水 我上个礼拜去参加一场婚礼 想了蛮多事情 其实一开始参加这个婚礼的时候 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参加婚礼了 你知道我们大概婚礼 大家最常参加婚礼的时间 可能是从什么26岁到32、33岁 那个时候大家结婚的频率 会比较高一点 那我现在已经 37、38岁了 所以我其实已经好几年 尤其中间又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参加婚礼 那这次真的是很难得 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然后他是从 我大学时代就认识的一个人 我只好这次去参加婚礼的时候 真的有一种 跟以前参加婚礼 截然不同的心情 我觉得我们现在参加婚礼 有点像是 参与一个大家的聚会 就到了这个年纪 有的时候 就是那个 虽然大家朋友都还是很多 可是要真的能够定时间联络的朋友 其实就真的只剩那几个 然后你也会更珍惜那几个 就是留下来还有在联络的人 那其他的朋友 其实不是你不想联络 你知道吗 你们彼此的关系其实也都很好 但是时间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少 所以和他们的聚会也越来越少 所以当有出现这种一个人的婚礼的场合 其实有点像是就是把大家 所有的人都召集过来 然后你就可以再次见到这些 很珍贵的一些朋友 所以我这次去参加这个婚礼 其实最 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就是看到好多好多 好久没有见到的朋友 当然大家可能就 也没有办法再多聊什么 或者是说有多深入的交流 但是只要看到他们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 人类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这种历史的某一种 我也不知道 这个到底是什么 也许有些人没什么感觉 如果过于理性的人 可能就想说 他就是一个 我现在根本一点都不熟的朋友了 然后我们见到面 其实没什么意义 也许你可以这样理性分析 可是我可能还是有保有 那个什么文族的那种 我不知道浪漫情怀吧 所以我每次看到他们 都还是觉得说 就会想到我们以前一起的那些 过往 或者是 就有那种 我不知道 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吧 也许对你现在的生活 不怎么了解 我也许对你现在的生活 就是没有办法那么的 融入在你的生活里面 但是我们彼此的那个情谊 好像还是在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啦 也许年纪越来越大 这种事情就是会越来越淡薄 然后年纪越来越看淡什么的 大家一样都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你们彼此心里 可能都知道 两人已经走向不同的方向 也许时间越长的感情 会真的会越来越表面什么的 但我不知道 目前就是在一个 我还是觉得 那个我们之间的情感感觉 还是还蛮深厚的这个感觉 反正我觉得这次去参加这个婚礼 心情非常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 也许有人可以跟我分享 可能40几岁参加婚礼 或50几岁参加婚礼 或60几岁参加婚礼 因为好像长辈那一辈的人 会参加就是儿孙辈的婚礼 也许那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我以前看到那种长辈参加婚礼 通往是站在这种晚辈的角度 我们都会就是感觉说 我们办这个喜宴或什么的 是从我们角度看说 可是我们对于这个爸爸的这个朋友 一点都不熟悉 爸爸办这个不是就是为了他的面子吗 所以才办了这个婚礼 然后邀请那些长辈来 那些长辈我们其实 完全都不认识 但其实我后来真的 其实换个角度想 会不会这也是 长辈们把朋友找来的一个 一个借口 一个契机 他也许就是怀念这些老朋友 可是这些老朋友 如果你没有一个什么事 没有一个事情的话 你不能找大家一起来聚会 或者是说你如果要 真的就主办一个聚会 大家就可能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各自有各自的要忙的事情 很容易就推脱掉 就是说我那天要干嘛 我那天又怎样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用一个 我的儿子今天结婚了 大家就会觉得说 哇这个人生大事 好像要给他一个面子 或者要把其他事情要排开 因为这是大事 这对我这个朋友来说是件大事 所以我一定要排开 排除万难 我都要来参加这场婚礼 也许 也许到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同的心境 也许你是 长辈们就是有这样子的心愿 那对啊 换个角度想也许是这样啦 反正我这次参加婚礼 真的是想了很多 你知道吗 想了 我以前从来不会站在长辈的角度 去想这件 就是婚礼这件事情 通常都是用晚辈的心态 在揣测 长辈的心态 可是我这一次真的是能够 有点换位思考 可能也是因为 自己也快要变长辈了 我也不知道 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妙啦 所以跟你们分享 我这次参加婚礼 还有一件很妙的事情 就是我们这次 在那个餐桌上 有吃到那个乌鱼籽 通常在这个婚礼的时候 有乌鱼籽不是多么的 多新鲜的事情 但我这次吃乌鱼籽的时候 我终于鼓起勇气 跟我旁边的好朋友 就是聊天聊这个乌鱼籽的事情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 吃有没有吃过乌鱼籽 但是乌鱼籽对我来说 一直不是一个 就是我吃到 然后我会觉得 哇超棒的 乌鱼籽的一个食物 你知道吗 我从以前吃到现在 对于乌鱼籽的印象 真的是 就是只有不懂两个字 就是我真的不懂 这是什么样的食物 我放到嘴里面 我当然知道 就是乌鱼籽吃起来 是什么味道 或者是什么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吃下它 或者是看到它 会觉得 天哪 我今天可以吃到乌鱼籽 好开心哦 从来没有 所以我就跟我旁边的同学说 问他说 那个乌鱼籽到底在吃什么 然后很好笑就是 因为我朋友很爱吃乌鱼籽 他就觉得乌鱼籽是 天哪 就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之一了 他就说什么 你吃不懂乌鱼籽 我就说对啊 我真的 真的不懂 吃乌鱼籽在吃什么 然后你能不能跟我 就是用蚊子 用你的语言 跟我形容一下 乌鱼籽到底好吃在哪里 然后他就跟我说 哦 他有一股 就是浓郁的那个海鲜味 然后他那个鲜味里面 还带着一点鲜甜 然后什么 他口感上还会有一种 就是淡淡的 辣辣刺激的感觉 然后他那个 他觉得那整个味道 复合式的加起来 然后非常的好吃 然后他觉得非常 非常的鲜美 然后我就 一点一点的 去 去 在心里拿捏那个味道 然后我就想说 对 我这些味道 我都有尝到 我都有吃到 我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所以 我是真的不懂 到底在吃什么 你知道这件事情 很好玩 就是我每次看到 就是有人喜欢一个东西 不管是什么 一个作品 一个小说 或者是一个食物的时候 然后我的心里也会觉得说 那个 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这个东西 但是我看到对方很喜欢 或者别人很喜欢的时候 我就会多问两句 我很想要知道他喜欢这个东西的点在哪里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很怕 我每次看到这种 我跟人家喜好的察觉的时候 我其实很怕自己 错过了什么 某种关键欣赏别人的能力 关键欣赏这个作品的一个角度 就我都会觉得说 如果我知道那个角度的话 我也许 我可能就 会喜欢上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过去应该有一些作品 或者是什么 就有点像是当下你没有看懂 可是有人帮你指点了一条路以后 你就忽然 由衷地佩服起 这部作品 它所代表意义 或者是说它所表达的东西 可能是以前有这样子的经验 所以这次遇到这个乌鱼子 我也是跟我的朋友再三确认 我有没有错过任何的气味 我没有错过任何的滋味 例如说是我尝不出来的 我的味蕾可能太笨了 所以我就跟他说 到底我有没有没吃到什么 但是他后来跟我形容 我就发现 没有一个味道我有错过 但我就是不是很喜欢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妙的过程 就是以前 以前其实吃都是真的傻傻 跟着大家吃 大家说好吃 你就跟着吃个一两口 然后你看到别人这么享受 然后你就默默在心里想说 其实我没有很喜欢 但是我现在终于就是 比较能够 有点像是坦诚面对自己吧 朋友可能也比较 在遇到这种事情 也比较不会那种 就是很批评的那种态度 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我不知道 就是到了三十几岁以后 你就慢慢知道 就是每个人的品位 就是不一样嘛 每个人喜欢的东西 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慢慢可以去 讨论这些事情 就哦 是你喜欢 然后这你不喜欢 没关系 然后反正我们那天 讨论完乌鱼子的时候就开始 他就忽然 因为我那个朋友算是一个小美食家啦 他就开始排说 哦 我好像可以认真排一下 就是我最喜欢的十种食物是什么 他就说乌鱼子是绝对能够排上前十名的 然后我就哇 这乌鱼子在你的心目中的排名这么高啊 然后他就问我说 那你能不能排几个 就是你可能前十大食物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哪些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因为身为一个台湾人 我们喜欢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因为我排最喜欢的十种食物 其实是非常难的 然后我只要 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要排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是觉得说 你到底是喜欢一个料理 还是你要选一个食材 还是你是要选水果 还是就是他 他其实那个很细节嘛 因为有些东西是 这个产品你真的很爱 例如说你喜欢吃马卡龙 那他就是一个固定的马卡龙 可是他有些东西就像 例如说我很喜欢蛋 我很喜欢各式各样的蛋 炒蛋煎蛋都各有各个好处 然后做冻饭的蛋 或者是蛋煲饭 然后你就觉得蛋这个东西 不管怎么变 你其实都很爱 然后你相信有一种蛋 你一定就是特别爱 但是总结来说 你其实是喜欢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到底是算料理 还是算食材 就有的时候很难区分 反正他那个时候就是说 那你最喜欢的十大食物是什么 你知道第一个跑到我脑袋是什么吗 我就跟他说 虽然我不想承认 但是 十大食物 美味食物 我第一个跑到我脑中的是可口可乐 我是说 我其实真的觉得很奇怪 你知道吗 就是可口可乐这个东西 我已经喝到 我几乎每个月都可能会喝 至少一次以上 就是你明明知道它是一个 就是含糖饮料 就可能对你身体不好 但是呢 你就是在时不时 在某种时候 你就是一口喝下去 你就会觉得 哇有够舒服 有够清凉 有够爽 然后所以你时不时 你有的时候就会想说 想要买一罐来喝 那个感觉真的很奇怪 你要说它是 就是多美味的食物也没有 但是 你偶尔就是会想要来喝一口 然后对我来讲就是 每个月可能都会喝到一次 的那个情况 然后你说 其他很美味的食物 假设说你说 物浴脂是 你这个世界上 吃过最好吃的 那你应该每个月 都去吃物浴脂才对 对吧 就是你不可能 就是你真的很爱这个食物 然后你可能 一年才吃它两三次 我觉得不大可能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我不知道 因为如果要定义 就是最好吃的食物 我会觉得 这种东西其实就跟你 最喜欢的人一样 我就觉得 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 你会希望 每天都跟这个人相处吗 你希望每天 都跟这个人讲到话 你希望每天都可以看到他 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样子 所以你希望每天 都跟他相处 那我觉得对喜欢的食物 也是这样 就是你会希望 每天都可以吃到它 你会希望每天都可以 把它含在嘴巴里 你会希望每天 都可以看到这样食物 或者它就一定在 你的选择里面 对我来说 我最喜欢的十大食物 其中一个就是可口可乐 它随时会出现 随时会出现在我家里 我不会演 我现在家里冰箱里面 就有可口可乐 我旁边还有 摆着一首可口可乐 在旁边准备等着 我把它冰进去 它就是我最喜欢的 十大食物之一 然后我朋友 旁边另一个朋友 因为旁边另一个朋友 听到我跟这个朋友 在列那个十大最喜欢的食物 然后我朋友列的 可能是什么乌鱼籽啊 可能是什么山竹啊 就是那种 很厉害的水果 然后我列的是可口可乐 他就问我们说 你们两个真的是在讨论 同样的话题吗 这个落差也太大 一边是在讲乌鱼籽 另一边是在说可口可乐 我不知道 反正很好玩啦 我也不知道 就是 这种东西真的是很难说 如果真的要我来排一个 什么十大最喜欢的食物 其实真的很难排 因为好吃的东西 真的太多了 而且 这种东西真的很像是 你听了太多 不是听 就是 对了 听 你听了太多的音乐之后 你好像每一个类型 你都可以抓出你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然后再从每一个类型里面 再挑出可能 前三名 你分不出来 前三名 可是你那个全部 加在一起的话 你 所喜欢的东西 可能 根本排不出十大 你绝对超过那个十大 你可能需要什么 五十大或六十大 你才可以把这些东西 排出来 而且排出来以后 你可能排不出名次 你可能说不记名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喜欢的东西 不知道耶 年纪越来越大 就是看的东西越来越多以后 慢慢分不出来 什么高下 什么的 就只剩下 我也不知道 大概就这样 反正很好玩 我也不知道要跟你们分享什么 这次婚宴就是有一些 这些很有趣的一些小片段 说到吃的东西 我上礼拜后来 我上一集不是有说到那个石牌吗 我们去这个 我经过这个石牌这个地方 然后觉得 这地方好像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所以我就念念不忘了 我上礼拜其实就又去了石牌一趟 然后这次就是专门去吃东西的 吃的东西还是不多 但是就是稍微有吃个几家店 然后可以跟大家做个分享 我这次去吃石牌 第一个吃的是那个 成绩炸鸡 成绩炸鸡 我后来发现成绩炸鸡 好像是连锁店 是吗 我其实不大清楚 如果有比较熟的人可以跟我讲 但是 总之我们去吃这个成绩炸鸡 我必须跟你们说 如果要成绩炸鸡 跟这个东家炸鸡比的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东家炸鸡 不过他们好吃的地方真的不大一样 东家炸鸡就是我之前推荐大家在那个 虎林市场那边的一间炸鸡 那东家炸鸡它的那个 特色应该是它的调味 就是它鸡肉有腌制过 然后是用比较重的味道去做调味 然后炸起来是蛮好吃的 那成绩炸鸡不一样 成绩炸鸡的调味就没有那么的 重口味 它的味道是属于比较就是能够凸显出 鸡肉的香甜的那样子的 口感的一个一家店 所以我吃的时候其实 也是蛮喜欢的 因为它的那个鸡肉一样是香嫩多汁 然后吃起来就是很 很耍脆这样子 所以如果大家有到这个 石牌站 这个成绩炸鸡 我其实是蛮推的 我觉得吃了还是很开心 很好吃 但反正我后来觉得 我好像真的蛮爱吃这种 市场炸鸡的 就是这种传统市场炸鸡 所以我之后可能还是会 再去找几间这种炸鸡来试试看 然后听说啦 听说有几家就是 还蛮有名的炸鸡在这个台北市 有蛮多的 有一家好像叫什么 精卫炸鸡 在万华区一带 精卫 那这既然我也是这个 叫做张敬伟 所以就是一定要去吃一下 这个精卫炸鸡 什么烂邪音梗 反正就之后之后会 会应该可能会出一个 炸鸡分享系列吧 我可能会排个名什么的 跟大家讲 好总之呢 去吃吃牌吃的这个 成绩炸鸡 推荐给大家 那我另外还有吃两个东西 一个是那个 水龟博古早味豆花 这个水龟博古早味豆花 其实就是恰如其分啦 就是你花 我忘记多少钱 大概四五十块吧 你就可以吃到一大碗的 那种古早味的 豆花或者冰品 料真的是料多实在 所以蛮推荐大家去吃 那它也是 就是从开店之后 就是一直在排队 然后有一大堆人会去吃 那它里面 其实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那个芋圆的口味 它有一个综合芋圆的口味 其实非常特别 它除了就是一般我们芋圆 里面会有那个什么 地瓜圆跟芋头圆嘛 这两种之外 它还有抹茶圆跟乌莓圆 然后还有一个忘记是什么圆了 反正好像有五种口味吧 蛮特别的 那我其实自己吃的时候 就是那个乌莓圆啊 我自己吃到的时候 是觉得 好像那个味道 没有说太明显 所以没什么味道这样子 但是那个抹茶圆啊 我跟你讲 那个抹茶圆不得了 咬下去真的就是抹茶味 我女朋友 因为她很爱吃芋圆 她吃到那个抹茶圆的时候 她还整个眉头都皱起来 想说 这个味道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不对哦 不对哦 老板不对哦 这个味道不行哦 不能这样哦 她那个感觉不是说 这个东西难吃你知道吗 她的那个表情好像只是在说 这个东西怎么可以有抹茶味 的那种感觉 但我自己吃是觉得还蛮香的 还蛮特别的啦 所以蛮推荐大家去这个水龟博古早味啊 不管你吃豆花啊 半月冰啊 还是吃什么东西 都可以加这个芋圆 其实蛮特别的 我还蛮喜欢的啦 推荐给大家 就是去这个石牌 也可以去水龟博古早味 那最后一间是这个 我问朋友才知道 它是这个天母的名店 叫做阿财锅帖 阿财锅帖其实原本不在我们的那个名单里面啦 我只知道它很有名 但我那个时候没有想说我要吃这个锅帖 但我们经过的时候就发现 天哪 它从大概中午开吧 我们大概中午去那边 然后就发现它从中午一直到下午 都一直有人排队 就是不可思议啊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有一家店 能够这样一开 然后从头到尾都一直有人排店 而且它还是一间锅帖店 它一颗锅帖也不便宜 它一颗锅帖卖7块 在现在这个行情价跟市价 其实我不知道现在通货膨量到什么程度 但锅帖7块以前是很贵啦 现在来看可能没有那么贵了 但总之它就是一个7块钱锅帖 我一开始就想说 这不过就是锅帖 有这么厉害 厉害到从开店到后来 满满的都是人一直在排队嘛 所以我们后来就去吃这个阿财锅帖 我觉得我吃阿财锅帖 最大的一个感想 最大的一个第一口的心得 第一个冲击就是 它那个锅帖啊很湿润 里面的那个肉汁什么是整个给你爆出来 这样流出来的感觉 所以 但是它的那个锅帖皮 又可能因为有一点厚度 然后那个火候很够 所以它非常的酥脆 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算是很厉害的一种锅帖的口感 馅料我真的藏不怎么出来 我觉得老师跟我的那个女朋友在说就是 我对于肉啊肉味肉香啊 其实我的那个敏感度非常之低啊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锅帖的给我的那个口感啊 是非常扎实 而且非常明显跟其他锅帖店也有所不同的 它的那个皮是相对是比较厚的 但是它又把它就是煎得很酥 所以你咬下去的时候 它是先有一个酥酥的感觉 然后再有一个扎实的厚重感 然后它那个锅帖的形状是很完整的 不会像有一些锅帖 可能它因为皮太厚的关系 皮太薄的关系 所以它的那个形状可能就有点歪掉 或者你吃到嘴巴里面的时候 是一种软烂软烂的感觉 像阿柴锅帖不一样 它就是保持那种浑厚然后很脆的感觉 然后你咬下去以后发现 哇 里面都是汁 里面都是肉汁 它是整个奔放出来的感觉 所以你吃起来 那个口感不会像是一块烂抹布一样 你吃起来会像是吃一个 我不知道吃什么 吃绿豆糕还是吃 我现在很不会形容完蛋的 反正它就是口感非常的扎实 所以吃起来其实蛮有嚼劲 然后蛮开心的 我觉得这就是它最厉害的地方 那吃了以后果然就会觉得说 哇 这个果然值得这个7块钱 是好吃的 所以我这一次去食牌也是推荐大家去吃这个阿柴锅帖 这三家店我觉得都不错 成绩炸鸡 水龟博 古早味豆花跟阿柴锅帖 然后吃完以后真的是觉得说 哇 这个北投天母的人真的是有口福啊 而且我后来去查一查发现 那边的美食还不止如此 而且每一家店的那个评价 其实真的都不错 就是完全就是对比过来 就是在我的老家文山区这边 就完全比不过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哇 北方人真的就是过得很好啊 这个我们北投区的人就是过得很好啊 像我们这个文山区就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好吃 你知道吗 店家是有店是很多 但是要说到真的就是那种 你会觉得超级好吃的美食 我说起来 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 我住在文山区二十几年 完全不知道文山区到底有什么东西 有这么好吃你知道吗 上次好像有一个听众吧 那个一个朋友啦 他来这个文山区附近玩 他还传讯息问我说 静伟你能不能推荐文山区什么东西好吃的 我现在在附近 然后我就跟他说 没有 文山区没有好吃的东西 I'm sorry 我真的不知道文山区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如果有谁觉得文山区有哪一家店真的特别好吃 麻烦告诉我 告诉我之后当然 可能是因为我口味的关系 我可能真的不觉得它好吃 或者也许我真的不知道 也许我真的没吃过 那我就会感谢你 我赶快去文山区补起来我这个美食地图 总之我觉得北投真的有很多东西好吃啦 所以下次可能有机会的话 可能再去吃一吃 那大家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去北投玩啦 就在阳明山旁边啊 就走一走 爬爬山下来就吃个好料的 我反而觉得那个剑坛啊 士林那一带啊 美食可能还没有这个石牌这边或天母这边 或者甚至就是那个新北投那一带的东西 墙 搞不好还没有那边的墙 总之它算是一个 我最近的一个新的冒险之地啊 之后可能还继续这个冒险 to be continued 美食冒险 to be continued 大概就这样 好了 今天节目就录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同一个时段 再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